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珍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 正向 晒冷气》 点赞 分享 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 就是现在美国就有一个很特殊的指数 这个指数如果它高的话 就是有个部门很忙的 除了华府之外 就是五角大楼 地缘政治持续紧张 近日原来纽约州的州议员 这个盖勒也弄了一些 叫做华盛顿特区Pizza指数 Pizza指数爆灯什么意思 就是五角大楼 就是国防部等等 是政府机构的员工 在办公室加班 OT 对了 OT OT 久了都会饿 所以要日下夜就选了Pizza 没时间去酒吧 员工加班时数也大增 其实逻辑上说得通 如果五角大楼很忙 究竟什么事呢 这段时间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 亦是真主党的战争 所以现在 如果Pizza指数大增的话 战争爆发的机会 亦是相当高的 还有大家知道 早两天美股也是 不单是美股 全球也是大插水 好像日本是最糟糕的 南韩也很糟糕 南韩也很糟糕 其实台湾也很糟糕的 那天也很糟糕的 台湾也很糟糕的 那天也很糟糕的 看起来纽约州议员 他也说 五角大楼等等机构 要加班 时数大增 华盛顿特区的Pizza指数 已经是爆表了 也很糟糕的 有千几两千万人 看过这个帖 原来这个 在网络频道Mimi Culture 不是老蕭那个 Pizza店一整天都忙着 处理来自 鄰近 是政府机关的订单 表示 办公室的员工有大量的需求 并且亲自下了大量的订单 吃Pizza 如果这种模式持续几天 甚至一个星期 就是 因为他之前 他不是没有过历史 之前 都是这样 因为你知道 如果他 他也是总结了 不是今次吃那么多Pizza 才是这样 原来Pizza指数概念 就是每当 有大事件发生之前 政府机关 因为工作时数和加班的人数多 所以 就要叫Pizza 在这里填饱肚 在办公室里摇饭 这项指标 他曾经非常准确地预测 美国入侵巴南亚 很久了 还有 是两次伊拉克战争 现在 看回阿盖勒提供的数据 一家鄰近五角大楼 这是很正常的 五角大楼也说他们加班 是的 他们也说他们加班 没有理由 吃饱饱 就是要吃宵夜 我当你 没有理由删卡 这么远送给你 当然是鄰近的 没错 也说 这个是什么呢 五角大楼附加一间 Pizza店 现在 每天都有很多订单 订单量明显提高 附近酒吧生意 就预减 亦看到五角大楼 暗示五角大楼工作量和加班时数大增 令人 没时间弄两杯 中东的局势紧张 见拔无章 所以 以色列的股票也挺厉害的 但是 星期一的时候 其实它是插了2% 不过 之后 又要升上来 其实最重要是日韩 是之前的人 记得笑 用短机制 其实日韩也是用短机制 现在也是用短机制 到你们了 后来升上来 升上来 最搞笑 这个Pizza指数 也让台湾地区 说我们也有 有关系 这样也要摄影 原来 这个是前民进党籍的 因为他退了党 的民意代表 神呼宋 老沈 他在台风的时候 会叫一些东西 以及在大使的时候 也叫一些东西 这个叫什么呢 原来他说 他在台湾地区 有一个 叫做豆漿指数 你吃Pizza我喝豆漿 哇 嗯 还可以 还有煎饺 OK 原来他们是这样的 原来有地方的特色 有地方的特色 早餐店 一般来说 是豆漿加煎饺 没有紧急任务 就不会叫豆漿 所以豆漿多了 就叫豆漿指数 如果是要通宵特弹的 他们晚餐好像很少选择 你说哪里 那些宵夜 台湾地区 也有些 好像什么 热热饭 热热饭也有 我知道很少店开 那些热热饭店他卖完就算 是的 没得想着急 引起 你吃西方东西就有 但是他有很知名的豆漿店 去24小时 OK 烧欣去的那间 即是有个网红去的那间 24小时的那间 不知道他送不送 他就说 我们也有的 我们叫做 是豆漿指数 但是他就说 不是什么 国防部的引控 就是戏帐部门 如果没有紧急任务 就不会叫豆漿 所以这叫豆漿指数 看这些都是得淡少 只是每次次 是吧 我觉得 这些指数 究竟是否很准 Pizza指数 可能相对来说是准 因为始终 那么多人 突然之间叫那么多 而且是 广妖部门 对 所以这个也比较准 而且他 不是一个 他还看了那些是酒吧 即是没有人去泡酒吧 对不对 看回现在 以色列 当然是 在防卫 美国也帮他防卫 以色列的领导人 奈塔尼亚湖 亦都是 被人来骂他 就说 你为什么整天都好像不想停火 不想停火 当然是 停火了 他还有 是价值的 他就要受审 以色列领导 高层近日 对于加沙停火 谈判 发生争执 但是 坦白说你肯停火哈马斯赫盟 他失去了 是吗 你没有一厢情愿 你未发生这件事之前 某程度上有少少机会谈 阿周想着可以 你现在 人又失去了 然后在出事的地点 在伊朗那么无面 你也要想想对方 如何下台 哈莫来因如何下台 我叫哈利亚利 你 人都无所谓 哈 我不冷冰冰地送回卡塔尔 我不炒几锅怎么办呢老闆 这样来说 以色列也要硬吃几锅了 原来 这个以色列的高层就说 国防官员主张 与哈马斯 达成 停火协议交换人事 众理内塔尼亚胡肯定反对 他就坚持 以色列不应该闯处达成协议 现在不用了 哈马斯那边不肯 你说肯呀肯呀 他没有了领导人 内塔尼亚胡原来和 以色列安全官员存在很大分歧 目前所有安全官员认为 以色列达成 是协议没有障碍的 但必须得到 内塔尼亚胡同意 不好意思 现在 就算内塔尼亚胡 今天同意 明天也不行 哈马斯他说不行 哈马斯他现在说不行 因为他没有了领导人 这样会不会说 哈尼亚的死 也令到内塔尼亚 某个程度上来说 都是继续 在挽救 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 没错 因为是两方面的 你这一方面 单方面说要谈 没用 对方发生了一宗领导人的事件 不打击击击一定不行 没错 另外说到哈马斯 因为你们贵国的首相 就是 跟哈马斯离世的哈尼亚 拍过一张照片 结果被人删吻 现在 Mitta向马来西亚道歉 是的 他说不小心 操作失误 哈哈哈哈 跟上次一样 不过上次 没有离世 今次去了法文被删删了 是的 所以 道歉了就算数了 也算数了 安华也是大气的 当然 现在 Mitta 即Instagram 以及Facebook的 母公司Mitta 正式向马来西亚 手上道歉 Mitta的发言人说 我们公司因为 操作失误 导致有关的铁文被删除 表示协议 声明也表示 相关内容已经恢复显示 并且 配上了正确新闻价值的标签 你记住当时 协议是为了保留 说这是不当信息 现在协议也没有卖 这个删卖 这个删卖了 作为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和一号人物 哈尼亚在7月31日 在德克兰 被行食 安华 他真的见过哈尼亚 他真的见过哈尼亚 而且不知一次 也挺友善的 是的 安华也在社交媒体发了 当然是Facebook Instagram 和Ex 推特 亦发了道歉文 以强烈的措辞 譴责 这件行食事件 安华很快就发现 为什么Instagram 和Facebook Mitta 两个平台 删除了文字? 这个Instagram 提示 相关贴文 涉及个人 涉及危险的个人图组织 你说我 他应该是指哈尼亚 但是你没有说明是谁 你可能说我妈也是 Facebook同样写来 看起来 你分享或者发送料 我们定义为 危险个人或者组织的符号 赞扬或者支持或者关注他们 违反了我们 有关 危险个人 和组织的社区定义 之后安华就扭乱这个Mitta 发了官方声明 停止这种耐弱的行径 停止 充当这个是 石安主义 政权的 工具 他也是 验责 我 纪念一个人 纪念一位战士 毫无道理 之后他们的通讯部长 真是 很厉害 撥了个论 在这个Mitta 正常的 他始终是国家的部长 马来西亚 也是东南亚的大国 后来他说 不好意思 不小心 错误操作 究竟是真是假 算了 有道歉就算了 对吧 好了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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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